平昌亚锦赛 女团半决赛 中国对阵日本队 首盘 世界第一孙颖莎对阵目前的日本一姐早田希娜 此一孙颖莎前两局11比6 11比8轻松拿下 第三局则是错过了巨大的优势被反超 但关键时候孙颖莎依然14比12拿下 帮助国平先生夺人 第二盘 陈梦迎来了平野梅雨 平野首局11比7拿下 陈梦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开始找到感觉 比赛再次变成了国平碾压对手的局面 陈梦11比3 11比7 11比5连追三局 大比分3比1逆转再拿一分 第三盘 陈兴桐出债伊藤美城 难得获得机会的陈兴桐开局就打得很凶 11比6拿下 第二局 依然不给对手任何机会 11比4拿下 第三局比赛失去悬念 最终陈兴桐横扫伊藤美城 国平也是横扫日本队晋级决赛 总是最终陈思考的 未来 春光队晋身 Rel dropping 周围,sun光队晋 sobre